足球天王梅西啊 他去年不是帥领阿根廷 夺下了世足赛的冠军吗 那为了今天这个得来不易的冠军梅西 他居然豪洒了17.5万英镑 大约是642万台币 打造了35支的黄金iPhone 好漂亮喔 真的是黄金iPhone 他要送给谁呢 他要送给他们国家队的队友 还有工作人员 而且这个iPhone 他不是单纯就是黄金而已 他这个iPhone呢 是24K金 然后呢他每一支上面 就是都会刻了他队友的名字啊 背号啊 然后阿根廷的国足标志 还有2022年世界杯冠军的这个字样 哇这个iPhone真的是 世界上只有35支耶 非常的珍贵 这是很限量耶 没错 对那这个梅西呢 他在去年封神了之后呢 当然人红是非多嘛 更引来了不肖分子的挑衅 根据外媒报导呢 梅西的家乡附近有一家潮市 最近遭到了袭击 而两名歹徒呢 更是给梅西留下了一则恐吓信 遭到袭击的店家 是一家名为Unical的食品超市 这家店拥有者 就是梅西爱妻的家人 而消息来源指出 稍早该店的百叶窗和前门 都遭到了枪手14次的枪击 警方到场后 但先放在逃之夭夭 而目前为止 梅西和他的妻子 都没有对此事发表评论 警方也正在深入调查中 而远在法国巴黎的梅西 目前正专注在发甲 和面临淘汰赛的欧冠赛场中 香港监察嘴 昨天深夜11点多 发生了一起严重的火警 大家现在看到画面中 这一栋还是正在新建的 一个高达42层楼的大厦 他在昨天晚上 因为不明原因起火 而且这个火势 是快速的燃烧 导致整栋大厦 是瞬间被火势给吞没之外呢 这个火势更是一路 蔓延到了隔壁的 喜来登酒店 还有国际电信大厦平台等 而目前初步得知 有两人因此受伤 根据香港01报道 警销在2号深夜11点多 同时接获至少30人报案 说准备改建为酒店的 海源之家大厦突然起火 而消防局立刻加派人手 到场抢救 在2号晚上11点39分 将火警等级提升到3级 到了3号凌晨1点46分 更是将火警升为4级 而火势后来还一路蔓延到了 隔壁的喜来登酒店跟国际电信大厦平台等 目前初步得知 有两人在这场火载中受伤 接下来带大家持续来关注冯士宽 因为针对这个日本经济新闻报道说 台湾共谍太多啊 说有高达9成的退役军官 他们是到大陆去出卖情报 那退附会主委冯士宽当然就非常美颂嘛 所以他昨天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 他就直接先痛批说 这个报道根本就是胡说八道 他也讲说就是放他叉叉的屁这样 那后来呢他在答寻的时候 他更是再度强调说 不要相信这个报道 还透露说他为了这件事 昨天晚上都没有税好 觉得国军将领被日本人给侮辱了 本日经济新闻他其实还提到说 那个国军充斥太多外省人是阻民那种 放他个屁 那目的是什么 报告委员 他目的是想分化我们军民之间 常年培养的协调合作 分化可是它是一个日本经济新闻啊 这样才有效 我们经常听外面的新闻啊 是某某人讲的 我就是说台日照理讲 应该是安全上 是应该是合作的啊 对不对 难道是安全上 我们有利益上的冲突吗 我想他们之间也有匪谍吧 我非常希望我们的媒体 把我今天早上讲的那个脏话 把它翻译了反映出去 我承受任何的后果 你一直说骂日本是不是 对 让我承受任何的后果 为什么 我忍不住心中的肯定 你刚骂的那一句话就对了 我昨天晚上都没有睡好 为了这个事情 我们国军将领怎么会连日本人都来侮辱我们呢 所以我回了一句很不好听的话 我说 放X的屁 而针对日媒这样子的报导 外交部呢也表示 该报导引用不明消息来源 已经要求该报郑重澄清 外交部表示 关于日本经济新闻 二月二十八日引用不明消息来源 直言国军保驾卫国的忠诚度 我国国防部已经发布了新闻稿 严正驳斥 外交部肯定并且支持 并强调政府立场整体一贯 不容错假消息 蔓延流窜 误导社会大众 外交部也表示 至于日本经济新闻该项报导 外交部已经要求驻日代表处 就该报未经详细查证 所作报导表示高度遗憾 并要求该报郑重澄清 接下来我们转换心情 我们来看一张 有点特别的照片 大家看一下这张照片 有没有觉得 好像哪里怪怪的呢 这是我们的摄影大哥 直接帮我把重点给画出来了 这是有网友 他在总统府附近 就排到有一群一对 他们正在就是走路嘛 可能要交接之类 但是呢 这个照片看起来 怎么中间这一位一对 弟兄猎逃咧 怎么怪怪的 对 你的头怎么不见了呢 所以呢 大家原本一开始看到 这张照片的时候 都以为说 天哪 难道是灵异照片吗 不过后来仔细看才发现 原来是错位所造成的效果 原po在脸书上 路上观察学院 分享了一张照片表示 不仔细看 还以为大白天就上演了 灵异事件 原来是他拍到了一排 一对弟兄从总统府 走出来的画面 不过其中一个人 人的头居然消失了 只剩下绿油油的树叶 但是这名弟兄的脚步 依旧跟得上队伍 动作也相当的整齐 看起来有种说不出来的诡异感 幸好有眼尖的网友 立刻找出解答说 原来他的头 只是刚好被树给挡到啦 还有人说 这根本就是野战部队吧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